未来属于青年一代 中英关系美好的前景 要靠青年去开拓 附近追悉 我和校长一样 想起了对中英文化交流 做出重要贡献的剑桥校友 李约瑟博士 他的红篇剧作 老师们 老师们 同学们 这种卑鄙的伎俩 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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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让我讲下去 李约瑟博士 在他的红篇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既成传统勇于创新 是剑桥大学优秀的品格 希望更多的剑桥人关注中国 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 是中英交流的友好使者 在剑桥代代相传 我相信 我相信只要中英两国青年相互学习 携手共进 一定会谱写出中英关系 占星篇章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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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